底下我们要增加什么 增加那个底下的图 这个图比较简单一些 你就直接把它跟之前做网页一样的方法 在那个List View下方按Enter 如果它会多一个项目符号 请你把这个项目符号点掉 它就不会有项目符号 这个 再来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 我们的那个Map 就是那个地图 这个Map 这个等于是绿岛的那个一个图 把它拖拉过来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这张图太大了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那缩小的话 记得它这边有空点 往下一点点 稍微把它再稍微往 缩小一点点 把这个稍微缩小 那大小的话 大概就跟我们的宽度 再小一点点吧 反正将来主要在手机上面 看到那个效果 你再去做一个缩放 那加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这个点 一样做连结 所以如果你那个点要连结的话 其实做法跟网页一样 就是在下方 会有一个那个圆形的区域 这个工具 你可以把它点选拖拉 但是记得 做网页的时候 小小一个嘛 因为做网页的时候 一般点击是用滑鼠 那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是用那个手机的话 通常你的滑鼠 一定比较尖 尖尖的一点 但是你的手没有那么尖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拉大一点点 因为一般人会点歪 他会乱点 会点不到 所以你可以让他放大一点点 假如你的这个圈圈太小 他有时候点不到 会以为这个没有连结 点一下 OK 好了之后 那连结到哪里 底下会显示一个连结 一样打一个page1 enter一下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连结了 那一样的方法 再拖拉这个南鸟鱼港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就把它打那个page2 所以其他的部分都一样 然后3跟4都一样 所以请各位自行再完成 好 那这个图就有了 所以你将来 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点绿岛 绿岛这个时候呢 就会跳过来了 OK 那有个页尾 OK 不过这个地方还没完成 这个页尾好像太高了 它应该放在下面才对 另外这边还缺一个 所以等一下这个部分 慢慢再来完成 好 那我们已经加上了图 而且加上超连结 再来的话呢 就进入到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 要加上这个net bar OK 这个net bar的话 我想前面也做过了 只是说呢 要把它放在页尾 跟放在页手 这个动作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第一个呢 请你找到你要插入的这个位置 页尾 那页尾部分把它选起来 那做法跟前面是一样 第一个 请你先插入个板面 这个板面一定是DIV 或者你先把页尾删掉 删掉之后 那做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插入一个板面 记得就是在页尾这个位置 那直接按确定 它会跳出什么 新增这个在这里 那你就直接把 刚刚的那个 我们有四个标题 把它盖过去 所以呢 选取状态下 那实际上它就一个DIV 到结线DIV了 那把这个贴上去 那主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那个将来要做那个效果 是在DIV到DIV 投到尾中间 所以一定是一个投一个尾 那这边一样是做什么 做那个项目清单 然后跟刚刚Distview一样 跟Distview最大不一样 就是那个DIV 就是一定要一个版型 因为Netbar 将来要做设定的话 一定是要把那个相关的设定 是设定在这个DIV 这个DIV 这个里面 特别主要一定是DIV 设定到DIV 这个地方 所以将来那个DataRaw 一定是写在DIV的后面 是一个Netbar 之前有同学做错 是放在UL 它是Netbar 那这样 这个效果就做不出来 OK 好那再来一样 把这个超连结一样做上去 先做超连结好了 好那一辞累推 这个请各位自行再完成 全部做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选起来 做什么呢 请你把这个地方 一样是DataRaw 改为什么呢 改为Netbar 特别注意哦 这个动作 做上去之前 请你务必要观察一个地方 Netbar加上去之后 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应该是你放的标签位置不一样 一定是放在这个DIV 就是放这个DIV的后面 所以我把它加上去看看好了 理论上这样子加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Netbar加一下 OK 因为选取状态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现在选的是这个项目了 所以你会发现 奇怪 加的时候 它加到这边来 其实 如果说你要正确的 应该是选整个DIV 可是有的时候 你选不到DIV 它会帮你加到这边来 那这个效果 有没有出现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即时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它有加了 不过它变成这样子 之前好像有蛮多同学这样 那其实你可以做一个修改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干脆直接把这个DIV 这个部分的这一串 Data Rule 等于Netbar 把它搬到上面 这个DIV的后面 也就是说 我这个DIV本身 就是一个Netbar 那你再切换过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OK 那不过呢 因为其他的 我们还少什么 我们还少那个 后面还需要再做几个动作 包含就是说 我需要再加上icon 加上超连接 其实做完之后 其实OK啦 所以我刚刚这个超连接 那这边的话 我一样把超连接加上去 超连接加上去之后的话 它的按钮看起来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比如说这边及时来看一下 那往下看 长得会大一点 但是呢 还缺什么 缺icon 所以你分别 特别就是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那我们分别需要加上四个icon 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机场 因为它没有机场的icon 所以除非你自己去找一个机场的icon 那你就把那个四个icon 四个icon把它加 我分别就是给它一个大概的一个icon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绿岛机场的部分 那我就找到那个dataicon 那也许我就把它找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给它一个 这个这个是我给它 比如说绿岛机场 这里面给它一个 这plus是信号 plus是加号 飞机 这个OK 那渔港的话 也许我就给它一个类似像 鼓励好了 OK 那这个给它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这一体的话因为 温泉 不过也没有一个温泉 不过我就给它一个start OK 类似像这样子 加上去四个icon之后 特别说每一个都不一样的icon 再来我们及时看一下 基本上你往下填 往下拉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一个样子出现了 但是呢 这一个net bar 还有几个地方带解决 一 它的下面多了一个黑色的 第二个是什么 当你展开这个时候的 有没有 它这个下方 它没有自动停在 像我完成这个 一打开之后 应该要直接停在哪里呢 停在这个下方 刚刚好的位置 那这边你会发现 它就是会停在下 你必须要再卷动一下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干脆让它fix在这边固定住 不要乱动 OK 那这个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net bar的部分 把它加上去 那几个重点 我想 跟前面类似 不过最大的不一样是说 你加了 记得一定是第一个 一定是先做一个什么版面 DIV 然后把四个 这个项目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再做超连接 再做net bar net bar如果说呢 它的位置不对 因为你如果选取的时候 加在它的net bar 这会加到UL 所以你其实把那个 原来放在UL后面的这一串 你搬加一下就正确了 记得是从这边把它搬上去 我的习惯是选取 往上拖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